在危險戰役五個月之後 就是濟南攻堅戰 當時戰場的雙方對陣形勢時 解放軍以六個縱隊14萬人 進攻守在濟南的國民黨 王耀武集團9個正規旅 加地方部隊共11萬人 王耀武 黃浦三七出身 在解放軍的強大攻勢 和共產黨地下工作者的爭取下 9月19日 敵整編96軍軍長吳化文 帥部2萬多人起立 將濟南城西面 讓開了一個大口子 解放軍在掃清外圍後 決定於22日對濟南城發起總攻 對於解放軍而言 攻打濟南不同於以往大危險 這是解放軍第一次攻打 兼顧射防的大城市 山東兵團司令員許室友提出 這次要用牛刀子戰術 也就是說 因為濟南攻勢堅固 縱身長 要攻其要害部位 集中兵力火力鑽進去打 像一把尖刀直插敵人心臟 決定怎麼個大海人一樣呢 是我花壯進去的 從這個那個青槍周圍這個情況 我走了一片 那時候就是觀察整個這個青槍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它這個共識的狀態 什麼狀態 對於你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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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線這個部隊和第二線的部隊 給我打個性命程度 這個需要搞清楚 你不搞清楚 你往打個口了 你進去一卡把你卡了以後 那你還照樣洗白了 那你突破了以後呢 那麼進去一個是怎麼把這口保住 在給九宗的命令上 本來寫的是擔任助攻 但聶鳳志提出 把助攻改為主攻 他對許是有說 同樣一支部隊 同樣的兵力火力 精神狀態不同 打起仗來就不一樣 助攻改主攻 我一不要增人 二不要增槍 要變的就是精神狀態 而這一改 直到七十多年後 那些老兵仍然認為 自己的部隊是主攻部隊 那個時候 局部的方向是27軍 再一個是31軍 就閃動這兩個部隊 都屬於這個上面 詳細的單位 兩個單位比較協調 另外這個31軍裡 很多骨幹神經驗派開的 說他這兩個軍裡 是幾個方向是27軍 這個那個軍來講呢 是協助 聶鳳志的請求 得到了許室友 和兵團政委譚震靈的贊同 進攻濟南外圍的戰鬥 共打了六天六夜 解放軍終於兵臨濟南城下 這時的王耀土估計 連續作戰有傷亡較大的解放軍 會有幾天休整 然而許室友決定 絕不讓城內敵人獲得休整 當晚就進攻